虽然HCN9现在来清洗台湾了 那么现在也使得大家要展开防疫大作战 我们首先来看到在活情市场方面 台北市环南市场现在很紧张了 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全台最大的深情屠宰市场 那么原本农委会是预期会在6月17号 要全面禁止市场宰杀 但有没有可能因此提前现在都在观察当中 此外市场业者也表示 自从大陆爆发疫情之后 其实整个环南市场的业绩已经掉了两成 抓着笼子里的鸡老板满脸无奈 因为HCN9流感生意大受影响 消费者也不敢买啊 鸡肉辛苦养出来鸡也没人买啊 我们这边的价格就 那个销货量就差三四成啊 台湾也都没怎么办 健康的鸡 对啊 生意一定会不会的 不愧言从大陆疫情爆发开始 生意已经直直落掉了好几成 台湾又出现手中的感染病例 很多民众都认为 能不吃就尽量避免 有个比较忌讳一点 这么说 怕它的鸡来源 有没有安全 能避免就是避免啊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还是会用的 为了防止疫情扩大 农委会原本预定6月17号 开始全面禁止传统市场 限载积压 但H7N9来势汹汹 恐怕等不下去 是传统的摊班 摊商他们的一些 既有的活动可能会有所影响 但是我们希望农委会能够加强 与相关业者的沟通 间接跳出来灭火 可能把期限提前 希望能从申请正快把关 从源头做起 希望全民抗H7N9 做到滴水不漏 中理事员侯正伦周宇露 台北综合报道